那百法就容易多了 百法里面前面九十四法 有违法 有违法就会变的 那不是真的假的 后面呢不会变的 有六大类 叫五违法 五违法里有一个虚空 那真的虚空好像没变过 三千年前是这样 三千年后还是这个样子 那对虚空没变 虚空诸位要晓得 还不是真的五违 相似的五违 因为它没有变化的相 有违法里头不能归纳 把它放到五违法里头 真正的五违只有一个 真如五违 真心 我们每个人的真心 是永远不会变的 妄心会变 妄心就是想啊 念头啊 念头是妄心的 我们现在都是用的妄心的 谁用真心呢 佛菩萨用真心 此地讲的菩萨摩霍萨 菩萨就用真心 所以你用真心 你就是菩萨 你用妄心 你就是凡夫 凡夫跟菩萨的差别 在此地 菩萨的心永远不会变 菩萨大慈大悲 对待人啊 他心是清静的 是平等的 慈悲就是爱护关怀 不会变啊 你喜欢他 他关怀你 也爱护你 你恨他 他也关怀你 也爱护你 你陷害他 他还是关怀你 还是爱护你 没有变 真心 我们世间人往来 不要太认真 为什么呢 虚情假意 你要当真 那你就吃亏 你就会上当 他给你讲的怎么好 小小假的 不是真的 过几天会变化了 你们在报纸上看 你看这个人好得不得了 结婚了 没几天报纸都有离婚了 他说假的 不是真的吗 你明白四世真相呢 你的日子过得很幸福 很快乐了 为什么 全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何必计较呢 何必认真呢 你就很快乐 很自在 跟佛菩萨打交道 那是真的 我们要学佛 我们要以真心待人 人家对我们 我们晓得是假的 我们对人是真的 为什么呢 我们修般若 波罗密度 这是你真正学佛了 那在生活当中 怎么个做法呢 你就多花言 你特别注意 这个 上才同志 五十三三 那些人做出样子来 给我们看 在这个社会上 在这个红尘里面 跟这些虚妄众生交往 我们用真诚 真诚决定得利 虚妄决定吃亏 这个吃亏就是 永远不断的流转轮回 你用真心 你这一生 这是最后生 莱森跟佛菩萨一道去了 决定不再搞流转轮回 所以 以真诚心待人 不吃亏 不会上当 好处太多太多 这个世间人不敢用真心 就是怕吃亏 就是怕上当 哪里晓得 吃亏上当 都是假的 也不是真的 这个里面 离死 争亡邪阵 厉害 得食 你统统搞清楚 搞明白了 这就叫 般若波罗密度 所以你要真正想 获得 一定要看破 要放下 这个经上所说的 那就要留意了 不但不见有菩萨 不见菩萨名 而且不见菩萨 波罗密度 不见菩萨 波罗密度 明 不见行 不见不行 这个意思 主一定要很清楚 很明白 就是 立心一事 立分别之主 总不外乎 对人 对四 对五 不用分别之主 这不用分别之主 能办事吗 如果是 哦 我这里学了 波罗波罗密 人家 拿这个 问我 这什么 不晓得 这什么 问你这是什么 你严头不晓得 其实你已经做了相 你为什么会摇头 拿这个 这问你什么 这纸片 那不就分别了吗 对 是你们大家叫他做纸片 我也叫他做纸片 你们分别执着 这个是纸片 我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随众生的分别 而分别 随众生的执着 而执着 自己 确实没有分别执着 这是佛菩萨 可见得生活当中 活活活活 不是白痴 不是一问 什么都不懂 样样都懂 样样都清楚 样样都明了 随着你的分别 而分别 自己决定没有分别 随着你们执着 而执着 自己决定没有执着 这叫恒顺众生 随习功德 功德是什么呢 功德是不分别 不执着 不乐影响 在随习当中 成就这个功德了 成就般若般若弥陀 般若般若弥陀 也不能执着 他的名 执着他的像 所以告诉你 修般若般若弥陀的菩萨 不见般若般若弥陀 不见般若般若弥陀明 通通不能执着 为什么有这些明像呢 是因为众生执着 有个般若般若弥陀 有个般若般若弥陀的明 佛弥陀也随顺他的分别 随顺他的之处 是这么个意思 再看底下的一段经文 是何以故 这是佛 带我们提出一个疑问 为什么佛要这样说 佛这样教给我们 这例子 菩萨自信空 菩萨明空 这说明了 为什么叫你不要分别 不要执着 因为他自信空 自信就是自体 他没有自体 是法佛法 都是因缘所生 缘其性空 缘身 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 是由许许多多复杂条件之下 所产生 或者说所发生 不单纯了 很复杂了 《华严经》上讲 无量因缘 生其这些现象 即使无量因缘生的 当然没有自体 你说哪一个缘是自体 哪一个缘也不是他的自体 这就是所谓 当题借空 了不可得 《华严经》上 对于这一桩丝 道理 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 因为他没有自信 当题借空 所以你不应该制处 不应该分别 你可以受用 决定不可以分别 制作 那个你受用就自在了 你就快乐 你就幸福了 如果你在受用当中 要有分别职责 那你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 就太苦了 付出的代价是烦恼啊 现在人家感情啊 感情是迷惑啊 颠倒啊 这个里面产生贪嗔痴慢 结果就变成六道轮回 你说这个代价 多么残酷 所以诸佛菩萨 有受用 绝对没有这些副作用 反复在受用里面说 不得自在 这是说这个 说的是菩萨自信空 菩萨明空 菩萨自信空 不由空故色空 非色 色不利空 空不利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向行识空 不由空故 受向行识空 非受向行识 受向行识不利空 空不利受向行识 受向行识即是空 空即是受向行识 这一段的文 跟我们平常念 薄若心经没有两样 文一样意思也一样 特别要提醒着 事出事法 要讲到它的基础 我们现在讲物质 现在这个科学家 在这里研究 研究这个物质的基础 物质的根本 把这些物质分析 分成原子 电子 粒子 现在分成了量子 就是这一段经上讲的 但是科学家今天在分析 在观察 在研究的 我们这五 这个五蕴里面呢 只有一个色人 色色物质 他们在这下功夫 而受向行识 大概还没有开始 还没发现 受向行识 我们就讲精神 色是物质 精神这一部门呢 现在科学家还没有研究 他们只在研究物理 这个受向行识 是心理 物理是相当发达 而心理还没有开始 还没有什么效果 看到 而佛法里对心理跟物理都非常透彻 心跟无都是原生 都是空即而没有自体 所以他才说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受向行识 亦复如识 而且心跟无是同年的 这个现在科学家没有发现 还没有这个说法 法相为识的时候 说得很清楚 说得很多 宇宙万有的现象 从哪里来的 佛告诉我们 一念不觉而有无名 从无名不觉 生三细 三细相 是宇宙的根源 三细相里面第一个 是心法不是色法 无名异象 无名异象里面 色心都谈不到 那是什么 动 现在科学家 他也逐渐发现 近代这个科学家 已经不承认 有物质的存在 物质现象 什么来的呢 波动的现象 他讲波动的现象 跟佛讲的这个无名 就很接近 无名就是波动 从波动里面 变化出 这个三分里面讲的 见分 也就是慈地讲的 受相形式 但是没有这么显著 没有这么明显 从见分 则变现出相分 相分叫境界相 这个就是讲的 物质的来源 从三细相 再转变 就变成六粗相 辗转变化出 色法界 异正状行 所以佛说 一切法 从心相生 受法界 是妄想 变现出来的 你有分别 有分别心 就把你这个 本来 没有这些境界相 正如本性 变现出这个 色法界的幻想 就像做梦一样 你这个心里头 本来没有梦境的 为什么每天晚上睡觉 做梦呢 那梦绝对不是心里头本有的 心里头本有的话 你天天做梦应该是一样的 为什么每天不一样呢 所以它不是本有的 色法界一阵状严 也不是自性里头本有的 就跟梦境完全一样 所以金刚经后头用比喻说 梦幻泡影 很有道理 分别辨识法界 执着就变六道轮回 那就更糟糕了 那么由此可耻 于一切法里头 不再执着了 你能够很随活随善了 不再执着了 六道就没有了 如果你在一切法里 不分别了 那色法界就没有了 色法界没有这个法界 变成什么 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是诸佛如来的境界 可是一真法界里面 虽然绝对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它还有妄想 那个妄想叫无明烦恼 妄想没断干净 所以一真法界里头 还有四十亿个位次 诗诸诗行诗回向等觉 还有种的位次 破一瓶无明 你就提升一层 四十亿瓶无明破境了 这是圆满成佛了 那个四十亿瓶无明就是妄想 妄想有亲众不同 分为四十亿类 妄想没有了 妄想没有你就成佛了 你就没事了 等觉菩萨还有一瓶妄想 最少的 你要问舍法界怎么来的 就这么一回事情 所以般若坚上一再提醒你 这说明四十真相 叫你不要分别 不要止住 不要打妄想 念佛 老实念佛就好了 不要去想东想西 今天听听就好了 不要去研究 我这个经这么说 那个经都说 全打妄想 必须要知道 佛一生一句话没说过 你看金刚经常 他所讲的四十九年 说他全部推翻了 佛不但无有定法可说 佛无有法可说 你有什么好研究的 你研究不全打妄想吗 佛是真的没说吗 对他自己真的没说 为什么又说那么多呢 随众生说而说 自己没说 大家体会这个意思 这是一张黄的纸片 我说了没说 我没说 随你们说而说 我确实没有这个意思 我也没说这个话了 这不是强辩 不是诡辩 这是四十 然后你才懂得 佛菩萨说法 你看开经济 愿解如来真实意 我们今天解如来的时候 错解了他的意思 我们哪里懂得他的真实意 他的真实意是 无说而说 说而无说 假如我们真的懂得了 我们就听而无听 无听而听 那个味道就不一样了 那才真正能够 其如境界了 我们今天最大的难关在哪里 我们有听 有说有听 坐实了 都落在妄想分别 执着里面 所以讲经听经 搞几十年也不开悟 这脑病在哪里 要想得 找到毛病了 把毛病改掉了 那就有救了 就在生活当中 就在你工作里面 不要再执着 不要再分别 不要再打妄想了 一切顺其自然 在顺其自然里面 修清净心 修平等究 你就对了 这样念佛叫老实念佛 还有想东想西 想经典也不行 都叫不老实 为什么呢 你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 那算什么老实 所以这个地方说 基本的物质 心跟物都是空不可得 由基本变现出来的 是法界一正状元 僧罗万象 哪有一样是真实的呢 所以心经上 观自在菩萨给我们表演 他行 身不如波罗密度时 照见 无蕴皆空 无蕴皆空 就是 受法界一正庄严 了不可得 就是这个意思 真心世界 了不可得 一切苦爱都没有 六道也没有 十八戒也没有 何况其余呢 离如是 死也如是 我们再看底下这段经文 佛又叫做舍利兹 此但有名 畏畏撒脱 此但有名 畏畏菩提撒脱 这个撒脱 翻成中国话 叫众生 这是凡语 撒脱是众生 菩提撒脱 菩提是觉悟的意思 菩提撒脱 觉悟的众生 菩萨 他的意思就是觉悟的众生 我们是迷惑颠倒的众生 他是觉悟的众生 此但有名 畏之为空 此但有名 畏之为 色寿相形时 如是自信 无神无灭 无然无尽 根心经上讲的 不苟不尽 不神不灭 不来不去 有个意思 确确实实 没有来去 这是给你讲的 事实 这个离于四 不神 任意经上告诉我们 所有业界的现象 当初出生 当初灭尽 跟我们讲真相 当初出生 当初灭尽 生灭同时 生灭同时 就是没有生灭 一切法没有生灭 既无生灭 难有染尽 那么我们看这个现象 好像明明这个象存在 怎么说没有来去 没有生灭 事实上没有生灭 事实上没有来去 我们看的是 叫相虚相 这个金刚经后头两个比喻 如路亦如电 如电是讲的事实真相 就是生灭同时 没有生灭 如路 路是路水 路水存在 时间短暂 讲相虚相 相虚的现象 好像是有 其实 其实什么有 我们都被相虚像你了 这个事情大听起来也不好懂 我们也用比喻来说 现代人呢 看电影好像少了 一般都在家看电视了 如果用看电影这个比喻 比较容易体会 我们看电影 这个荧幕里面的现象 好像是真的 其实荧幕里面的现象 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 怎么知道呢 看看底片就想到了 电影在放映的时候 那个镜头打开 一张画面 放出去 然后镜头关起来 再换一张 再开一次 一秒钟 二十四次 二十四次 就是相虚相 其实 你要看底片 它哪有生灭 这底片上没有生灭 荧幕上哪有生灭 哪有来去 没有啊 都想想这一段事情 你就可以明白 佛在镜上讲的 不生不灭 这个意思 佛给我们说 我们现在现的这个像 它的速度都快 经上常讲 一坛指 六十刹那 一刹那九百生命 这一坛指不到一秒钟啊 一坛指的六十分之一 是一刹那 一刹那的九百分之一 就像我们现在放那个电影 那个电片 电影那个镜头开关的速度一样了 一刹那九百次的开火 你怎么会知道是假的 电影院里面 二十四分之一秒的速度 你就以为那是真的了 你就没有看到那是假的了 现在跟你讲 一坛指里头 九百次的 这个身边 你怎么会感觉到 这个东西是假的 佛告诉我们 现前 身罗万象的真相如实啊 所以才跟你讲 当体皆空了不可得 你要认为你无所得 错了 不但身外之物 你了不可得 身体也不可得 他这个身灭的速度太快了 简直没有办法辨别出来 所以身灭就同时 身灭同时 就是不生不灭 所以今中的身灭即是不生灭 这都是讲的四十真相 所以这里说 色受相形使 如是自信 无生无灭 无然无尽 把四十真相全告诉我们 明了之后 你才会在境界里 再不会齐心动念 再不会分别执着了 不起心动念 你就入定了 就像经上讲的 祝佛菩萨 祝圣身三昧 我们念佛人 祝念佛三昧 念佛三昧是什么 一切实 一切处 一切境界当中 不齐心 不动念 这就是三昧 不分别 不执着 就是般若般若 定会等持 定会双修 定会双修 是这个修法 一定要搞清楚 一定要搞清楚 搞明白 你才会修 你的修学里头才有味道 法味 法西充满 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 菩萨 菩萨摩河河沙 如是行波罗 波罗密度 不见身 不见身 不见灭 不见燃 不见尽 有不见雇 不身之处 这句话重要 关键就在此地 不见是看破 不执着是放下 所以讲来讲去 讲到最后 就是一个看得破 放得下 放下是三昧 看破是波罗 波罗密 佛兹 摄利弗 诸菩萨摩河沙 修行波罗 波罗密 应如是观 菩萨 但有名 佛 但有名 波罗 波罗密 但有名 色 但有名 受相行 是 但有名 下头就不要说了 说的再多 总离不开 这个刚临 离不开这个原则 明是假明 但有名 就是告诉你 不要执着 不要分别 不要大妄想 离开一些妄想 分别执着 就对了 你就功德圆满了 你跟诸佛菩萨就没有两样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我们就许葫萨大迹剧 我们事实中心 理论 你 只能不能执着 把你给你带着 知道 我捅 我捅 你 要 我捅 你 我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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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捅 我捅 我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刚才上了讲台 有一位同修提了一些问题 一共有五个问题 问得很好 也是念佛人必须要知道的 但是在这个地方要给诸位解答这个问题不太适合 因为这个地方是般若讲座 那么大幅问题就耽误我们讲经了 我想这个问题 你这些问题你去读《无量寿经》 在《无量寿经》我们有讲记 有录音带 《弥陀经》也有讲记 也有录音带 这个里面已经说得很透彻 虽然说得很透彻了 还是要细听 如果不细听 不仔细不认真地去听 还是很难体会这里面深深的义趣 一遍听不懂 听两遍 遍苏听多了就懂了 这个中国古人常讲啊 都属千变其意之间 自然你就能够开悟了 佛法的修许 不但是佛法 世法也不例外 中国在古代 世间法的教学也是要教人开智慧 所以老师教诫学童 注重了学生的悟性 根性顿的人要用什么样善巧方法 启发他的悟性 实在说 悟性就是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本具 也就是《般若经》上所讲的本具的般若智慧 这是一切众生于祝福如来 无二无比 是一本有的 本有的智慧为什么现在没有了 根性变得这样钝 这个原因很少人知道啊 可以说世间人没人知道啊 不但六道反复不知道 声闻云觉全教菩萨也不知道 佛知道的最透彻了 最清楚了 他老人家在《大陈经》上告诉我们 我们智慧德能之所以丧失掉 根本的原因呢 就是妄想分别之处 这个东西是障碍的智慧德能 这个东西是障碍啊 障碍什么呢 就是障碍本具的智慧德能 把这个障碍住 归纳为二障 一个叫梵子一样的正 Quick method 一个叫梵气 一个叫梵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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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妄想分别是梵症的 执着是梵症的 执着是梵症 其实法界无量无边 不止施法界 施法界是佛为了说法 方便其间把它归纳为施大类 每一类里面都很复杂 很复杂 归纳这个施大类为了好讲话 这个施大类里面六道凡夫 这很苦恼的 轮回也 从哪里来的呢 从执着来的 如果你对于一切法都不执着 你就超越轮回了 轮回就没有了 不但世间法不可以执着 佛法也不能执着 你千万不要误会了 世间法不执着了 还执着佛法 还是出不了轮回 所以佛在《金刚薄弱》里都说 法上应时 何况非法 那个法就是佛法 为什么佛法不能执着呢 佛法也是因缘深的 凡是因缘深的 都不是真实的 都是虚妄的 这个经上讲的 明白 彻底 无所有不可得 你怎么能知道它呢 你知道它自己犯过时 把一正法界变成六大轮回 如果说一切都不执着了 但是还有分别 有分别也不行 分别的过时比执着轻 所以你把一正法界就变成了 神文 原觉 菩萨 佛 我们叫四肾法界 这个四肾法界是从分别来的 如果分别性也断掉了 跟诸位说四肾法界也没有了 那么由此可知 四肾六反 设法界都是虚妄的 在《金刚经》上讲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那有没有真实的呢 有 真实的叫一真法界 离开了 虚妄 这个一真法界 真实就现前了 一步大波若惊 六百轮 世尊讲了22年 就是帮助我们看破 帮助我们放下 看破什么呢 了解释法界四肾真相 你就看破了 放下呢 从此以后对释法界 一切理 一切四 一切性 一切相 再也不分别 再也不执着了 那这就放下了 所以放下讲 放下一切分别执着 这个时候就是禅宗里面讲 你的自信 圆满泄露了 明信 见信 见信 成佛了 这个时候的境界 叫一真法界 波若的功德在此地啊 所以波若虽然给你讲 横讲 数讲 直胜地讲 决定不能执着 你要懂得佛的意思 决定不能执着佛的意思 真是马鸣菩萨在七千论里面教给我们 修学的态度 这个修学的态度 就是生活的态度 你每天工作的态度 除世待人介无 应酬的态度 一定要记住这个原则 立 引言说相 立不是说没有言说 一天到晚印筹 哪有没有言说呢 不要着言说相 你要懂得意思 体会意思 不执着言说相 不执着名字相 这些名词说语 它有作用 帮助我们理解 那也是假设的 不可以执着 立心原相 心原相是比较困难了 心原相 你的思维想象 我们读经 可不可以思维经里头的意思呢 可不可以想象经里面的道理呢 老师告诉你 不能思维 不能想象 为什么不能思维 不能想象 你要用思维想象 你去研究这部经典 这个经典的意思 非常则下 则下的什么程度呢 随着你的心量 你的心量很小 这个经典讲的道理 就很小 你的心量稍微大一点 哎呀 你看到这个经的意思又多一点 经是无量意啊 它是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 经虚空便发迹 一切祝福 说一个字 永远都说不尽 你怎么能去想它的意思 你去想它的意思 叫打妄想啊 那是你的意思 那不是佛的意思啊 那要怎样去读经呢 叫你老实念就行了 一个一个字老实念 字没念错 没念漏雕 句子没念颠倒 你就老实念 这个老实念有什么意思 喝要意思可多了 你说没有意思 是因为你和你念的功夫不得力 功夫还没到家 你还没尝到味道 等你尝到味道啊 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 所以念经 我们在讲习当中讲过很多次啊 念经的目的是 戒定会以三学一次完成 念经如此 工作也如此 生活也如此 那你得到就快了 这个一生呢 转翻尘身 真的你就有指望 确确实实就能相应 在本经里面讲 就是与般若相应 那在念佛人讲 就是与佛相应 给诸位说佛是什么 佛就是般若 般若就是佛 只是说两个名词 一桩四 阿弥陀佛这个名号翻成中国的意思 叫无量觉 阿凡做无 弥陀反做量 佛反做觉 无量觉就是般若智慧 般若就是无量觉 但是一不少二 你要从这些名相上 恩要把它分别成两个 你就在搞分别 不但分别 还坚固的执着 那么你就是念大臣经 还是干的六道轮回的事业 拿着大臣经去干六道轮回 什么干的 妄想分别之主 展开大臣经 你天天在搞妄想分别之主 你就是在搞六道轮回 多少人学佛不得受用 多少人学佛不得成就 到底在哪里 道理就在此地 不能不知道 佛在经上 一再警惕我们 人身难得 佛法难闻 这两句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而且意思非常深刻 能真正体会的 也不太多 六道里头打滚 得人身谈何容易 得到人身 能够真正闻到佛法 从佛法里都觉悟了 真正觉悟了 你就过正常人的生活 你没觉悟 你过的不是正常人的生活 六道凡夫都不正常 正常人是谁呢 是佛菩萨 你真正觉悟了 你过的生活是佛菩萨的生活 这个密宗里面讲的大圆满 大自在 我们这世间人讲 幸福美满 你过的是幸福美满的生活 你的生活里绝对没有烦恼 充满了智慧 像这个慧能大师在谭经里面所说的 你看他建吴祖说 弟子心中长生智慧 那就是正常人的生活 常生智慧 不生烦恼啊 人要是常生智慧 不生烦恼 这个人呢 你一看 就看出来了 那个烦恼 你看一年的烦恼样子 快乐是一年 快乐的像啊 不一样啊 快乐的人 不容易衰老 快乐的人 长寿 快乐的人 心得自在 真的是 四思如意 所以你有没有修行 你修行功夫得利不得利 不要看别人 看到你面貌 看到你行动 看到你说话的音声 就知道了 其他都不必问了 我有些看到老同学 两三年没见面了 这两三年衰老很多了 我就很不客气说 你修行功夫不得利 忙修下列 如果功夫得利 你一年比一年好 那就是你功夫得利 为什么呢 一年比一年 心地亲近 其实这个道理 要说出来 大家也能体会 佛在大成经里面 讲的太多太多 这个设法界 一正庄严 我刚才跟主委讲的 妄想分别 执着 变现出来 离开妄想分别执着 就没有这些东西 这种幻象不是真相 所以佛跟我们讲 华严经上讲的好 应观发戒心 一切为心造 我想这个句子 很多人都会念 懂不懂 一切为心造 我想年年十八 行不行呢 那做不到 做不到了 我这个心就不能造了 实在讲 能啊 不是不能啊 这个道理 就是相随心转 你心亲近 你的相就永远亲近 不但相随心转呢 我们体质也随心转 现在这个社会很糟糕啊 自然生态被破坏 病毒 传染 泛滥 几乎遍及全世界 每一个地区 今天不但饮食有毒 水里头都有毒啊 水都不是自然的 那个自然水里头都加化学药品啊 都有毒啊 人 内里面有贪嗔之慢 外里面 外云有这么多的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病云毒素 你怎么会不中毒呢 你的身体怎么可能健康 没这个道理啊 可是学佛的人呢 就不受这个干扰了 学佛人从哪转 从心地上转 这个是这个大乘法里常讲 从根本修啊 根本是心地啊 心地清净 不受污染 第一个 我们这就是现在医学里讲的 你这个身体的有抗体啊 什么叫抗体 清净心就是抗体 不受污染 慈悲心解毒啊 真正大慈大悲 在毒的那个病毒 在你这个地方都把它化解掉 所以诸位要想的是 永远年轻健康长寿 那你不学佛不行啊 而佛法里特别是无量寿经 经题上就教给我们 清净平等觉 这就慈悲 没有慈悲决定是不觉 这就是慈悲 你真正能做到清净平等慈悲 对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无 你就是过正常的生活 正常是佛菩萨的生活 你念念都与大般若相应 念念呢都与佛相应 与清净平等觉相应 这个叫修复 今天我们读一段经文 诸位翻开 五十六面 我念这一段呢 你们老同学要记住 这一段是不是已经讲过了 我不想得 看看这一段有没有讲过 要讲过了 我们就重新再选一段 看第一行 第一行我们从第二句看起 佛高举授受摄理子 摄理子 菩萨摩霍萨 修行般若般若密实 应如是观 实有菩萨 不尽有菩萨 不尽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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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过了 讲过了 我们就再选一段 下面的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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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选一段 我们选小段好了 那么看六十一面 看下面的耶稣 对 看下面的 下面的阿拉伯 阿拉伯数字 看下面的 看六十一面 六十一面 第一行 这一段里面讲 就是 凡复的一些见解 我们今天讲是认识 许许多多观念当中 都是错误的 由于这些错误的观念 造成了错误的行为 变出这一切不如意的感受 所以佛在此地 把这一段事情 为我们说明 教导我们 于一切法当中 不要去执着 这些错误的观念 这个文呢 要从前面念的时候 大家容易懂一点 好我们从第二句念起 六十一面第二句念起 诸法一二 不应执着 事故菩萨摩哈萨 修行般若般若密多时 不见有我 乃至见着 也不见 有一切法性 我们看看这一句 这一句的意思很深 大多数同修都念过金刚经 金刚经是大般若经里面的一封 六百卷当中的一卷 念过的人很多 这一卷金呢 可以说是整个薄弱部的纲要 因此古大德特别将这一卷抽出来 单独流通 所以大家都非常熟悉金刚薄弱 经中有很要紧的一句话 他说菩萨若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既非菩萨 这个使世尊对菩萨下了一个定义 设出他的标准 我们现在在座的菩萨不少 受了菩萨界的菩萨 可是佛承不承认你是菩萨呢 佛恐怕不承认 如果你还有四相的话了 那佛不承认你是菩萨 如果你要是破了四相 你没有受菩萨界 佛也承认你是菩萨 那么由此可知 形式上的这个受戒不甚重要 重要是实质 你有没有做到 现在一般人重视这个受戒的意识 而苏获了是知 所以你得不到佛法利益 我学佛的因缘呢 跟你们诸位不一样 所以这个观念给你们呢 也不相同 我这个佛法的因缘 是方栋梅先生介绍给我的 所以我是从哲学里面入门的 接触佛法之后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我就认识了张家大使 所以我头三年 学佛呢 使他老人家知道 他告诉我 学佛 戒学非常重要 持戒是学佛的基础 戒要怎么个持法呢 你学一条 你就守了一条 你就守了一条 他给我讲 不讲形式 不重形式 着重在什么 解形 你对这条意思是真懂得了 真懂得了 你就要去做 把这个戒律 变成自己的生活 这叫做持戒 所以广义的持戒 就是守法的意思 遵守 遵守老师的教计 可见的那个戒的范围很广很广 不仅仅是那个几条 你要是刻定了个几条 那你就错了 一切经历 佛对我们的教计 我们都要遵守 都要理解 都要去奉献 这一端呢 叫我们不能执着 我们要做 要很认真地去做 做又不执着 这就相应 如果你做了很执着 我的戒律很清净 我这很庄严 看到那个人破戒 那个人没有修戒 这个里面呢 你就有执着 有执着 你持戒变成福德 不是功德 持戒没有功德 是福德 这个要辨别清楚 福德不能解决问题 福德是带给你福报 而这个福报到哪里去想 也不一定 人间有享福的人 出生里头也有不少 享福的出生呢 他的福报比人的福报还大 你看看外国 现在台湾情形 我不太想的 外国人一样的宠奴 一家人爱护 一家人都伺候照顾他 比老祖宗还孝顺 你说 我们看到之后 那真是叹为观止 他对父母没那么孝顺 他对一切人 他都没那么孝顺 对他那个宠奴的忠心的孝顺 那是那个畜生有佛报啊 他在享福啊 那人就是一家人伺候他了 那都出生道里就享福了 我鬼道里都享福了 你看鬼王土地公 出一世乎你看多少人烧香拜拜 他在享福 所以你一修的佛报 至于到哪一道去享 北地 我道里头也有享福的 那么怎样修才变成功德呢 你如法 持戒如法而得定了 这是功德 你持戒有功啊 定就是得 你得到定了 修定有功啊 智慧开了 开会就是得 所以功德两个字 功是修因 德是果报 这个两个字是有因有果 那么你就想到了 怎样持戒才能得定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 佛法的教学啊 是以开智慧为目的 而定是开智慧的枢纽 关键之所在 说实在话 得定 定的启用就是智慧 所以定跟会是一体 大臣经上有的时候可以把它互为体用 定是体 会是用 会是体 定是用 它可以交互的 要关系都密切 于是我们就懂得 世尊与祖师大德们的教会 要硬门深入 厌门深入 容易得定 你的心容易清净 最怕的 就是学得太多 太杂了 你决定得不到利益 你本来 你这个思想 见解就已经很复杂了 再要加上许许多多大臣经论 祖师的语录 那不更糟糕了 所以许东西真正想成就 你要把那些拉里拉闸的东西淘汰的干干净净 这一点非常困难 我们在一生当中 所遇到的 纵然遇到真正的善知识 人家肯不肯教你 要看你自己具备的条件 够不够 什么条件呢 就是一当不止 没有被污染过的 这样的条件 你遇到真善知识 它就非常宝贵 从前方东梅先生跟我讲的时候 他举个比喻给我说 他说没有受过污染的 就像一张箔纸 他是个画画的画家了 你送一张箔纸 他很喜欢给你画一幅画送给你 你很干净啊 如果说你拿一张旧报纸给他 一日染物的章 他怎么画法呢 他无从下笔起啊 他没有办法了 所以他想要教的人 你很想学 很喜欢学 有能力学 有没有学过 这个就好了 我那个时候 跟他老人家学这学 他叫我跟他见面 面谈的时候 我对这个很有兴趣 很想学 他问我 你这学书念过没有 没念过 有没有跟别人学过 没有学过 我只想到学校去 天理的空 他看到我这个条件 大概还可以了 所以他就很静默了好几分钟 然后告诉我 他说现在的学校 先生不像先生 学生不像学生 你要到学校里学 学不到东西 我是看到方先生这个画的时候 这是凉水浇头 没指望 他拒绝我了 所以我的表情 当然就很难过 很沮丧 他看出来了 他很客气地告诉我 他说这样好了 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 我给你上两个重点课 所以我就是在他这个古林街那个房子里面 小客厅 那个时候我跟他上课的时候 一张小圆桌 就是我们两个人 他这样对待我 我感激不尽 因为利用星期天的时间 不耽误我上班 我也不学请假 到后来我学佛才晓得 才知道什么缘故 如果我到学校去旁听 我一定认识很多同学 一定认识很多老师 那么就会被污染了 同学多了 大家互相在一块研究讨论 复杂了 乱七八糟东西都进去了 再认识老师多了 这个老师这么说法 那个老师那么说法 就无所适从了 所以他看到我是一张白纸 没有被污染过 他要我接受他一个人的指头 不让任何一个人掺杂进来 到以后才明白 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讲的私诚 我还占一点私诚的边缘 所以学的东西 踏实 不复杂 没有怀疑 以后学佛 这是接触佛法了 张家大使也是这个方法对的 每一个星期到青田街 到他住所去一次 他指导我读哪些经论 读了之后的时候 向他报告 他指导我 我这样跟他三年 一直到他老人家元级 他老人家元级之后 这是朱荆周老巨师 介绍我认识台中李老师 你看我学东西就那么单纯 那这学一个老师 佛学也是一个老师 到台中去亲近李老师 李老师第一句话就是 你要拜我做老师 我有三个条件 你好好考虑考虑 能不能接受 我就向他请教 哪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从今天起只可以听我一个人讲经 任何人讲经说法都不准听 那这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从今天起你看书 你只要看文字 不管是世间的我书籍 是佛教的经典 没有经过我同意不准看 那这条件很苛刻 从来没听说过的 哪有老师教学生 是这个教法的 第三个条件 尤其苛刻 你以前所学的 我都不承认 他知道吗 我以前两个老师 我告诉他了吗 而这两个老师 这个李宾老都很佩服 那都很尊敬 他还是说不承认 从今天起见 跟他学 从头学起 我遇到这么种事情 在以后 毕竟还是有点善根福德了 接受了 接受了 我就跟他学了 这就跟他学了十年 得的利益了 就读了 因为他这三个条件 你看 什么不可以听 耳朵死了 读起来 一切都不准看 他眼睛也蒙了 烦恼少了 你们这个烦恼 为什么这么多 天天听啊 天天看啊 看多了 天多了 麻烦就来了 所以老师对学生 第一个就是把你耳目给你关起来 不准你看 不准你听 让你心静下来 一门深入 这个方法好啊 我到什么时候才真正彻底明白了 十年前 你看看被这三个老师折磨了几十年 都没搞清楚 也不敢问了 十年前 我第一次到新加坡 在那边 红阀 遇到 伊恩培法师 这个是我们很熟的 伊恩培法师 请我到他道场 就讲演 我就劝道场的年轻人 发心跟伊恩培法师修 伊恩培法师 发向为实 可以说是 在这个时代 没有人能超过他 非常难得 我劝学生 要专心跟一个老师 我把我这个求学的经验 向他们大家报告 我讲完之后 伊恩培法师 请我到客厅里 查查 就告诉我 他小时候 刚刚出家做沙米的时候 跟地形老法师 也是这三个条件 我说恍然大悟 他原来如此 不是李老师独家的 这才晓得 足足相传 中国古时候 足足相传 收学生 就是这三个条件 就是这三个条件 这才明白了 所以先出家了 五年学界 才知道 五年是学这三条件 遵守这三条件 我在台中 李老师也是要求我 五年 是有七千 可是我们深深得理 我满五年之后 我跟李老师说 我再遵守五年 我遵守他这个条件 十年 好处在那里 心地清净 不是你自己所修学的 根本你都不理会 佛所说的一切经 是度一切众生的 我学的这一步经 这一步经是度我的 你这个要搞清楚 那就给那个大夫治病呀 大夫治病 给我开的药方 是治我病的 他跟别人 开的那些药方 是治那些人病的 你把治那些人病的药方 通通拿来吃 那你不死 哪有这种道理呢 你决定是死路一条吧 大夫没有害死你 你自己不听话 自己不懂事 自己害死自己 这很要紧啊 所以老师对学生的交接 真叫苦口婆心 你学多了 看多了 听多了 他没有办法教你 那怎么办呢 只好随你去了 对你客气 恭维 赞叹 其他的无可奈何 这样你才懂得 学生找老师 难啊 所以可遇 不可求 老师要找一个学生 可以传法的 那更难啊 到哪里去找啊 找到一个想学 又没有学过的 又很听话的 真正能服从的 现在这个社会 找不到了 我现在教学 我就不能用李老师 这三个条件 来要求学生 为什么呢 他不会听的 你三个条件 还没讲完呢 人家掉头就走了 你有什么了不起啊 这比你高明的人太多了 他到别的地方学去了 你才知道这个事情 但是古老这种教学法 非常有效果 于般若相应 就是与自信相应 此地讲解诸法 是事出事间一切法 但有像 像是假像 这个假像 我们在前面跟诸位同学 详细说过 像是假的 像决定不是真的 像地确是为心所谢 为时所变 这个两句话 是《华严经》上讲的 说尽的 明更是假的 所以对于像不能知诸 对于明也不能知诸 这一段 就是说这种事情 诸法一耳不应知诸 说世故菩萨摩河河沙 修行般若般若密都是 此地讲的菩萨 摩河河沙 都是发生大事 唯有发生大事 才真正修 他真正修般若般若密 那么菩萨 就是《华严经》上的三贤位菩萨 从初度到第十回乡 摩河沙是称地上菩萨 从初地到等觉十一个位次 这个称摩河沙 他们其心动念 言语造作 与般若完全相应 就叫做修般若般若密疏 没有一法不相应 怎么个相应法呢 不仅有我 就是金刚经常讲的 无我相 四相只要有一相离了 其余的三相决定也是同时离了 所以不见有我 乃至见着 不见有我 就是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不但不着相了 不会把这个相 一切现象放在心上 这个四相是指一切现象 我是讲的身相 这个人呢 就不一定是讲人 你要不然人都看着这些人呢 那范围太小了 这个人相 就是我相 我相以外的 所有一切相 就用一个人来做代表 他的意思在此地 除我之外 跟我对立的就是人 所有一切现象 是法界一真庄严 都叫做人相 他这个意思 广到这个程度 众生相是什么呢 就是说明我 跟一切众生 跟这个一切外面 这个万相 都是众云合合而生 这个众生相是这个意思 并不是说 很多很多的现象 不是那你就解错了 所有一切相 我相 我以外的一切相 叫人相 这相怎么来的呢 全是众云合合而生 也就是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受这相呢 是说这个所现的这些现象 存在时间的长短 叫受这 可视而论 所有的这一些现象 叫刹那生灭 刹那不住 在生理观察呢 这个刹那生灭 就是生灭同时 生灭同时 就是不生不灭 但这个现象我们见不到 我们凡夫见不到这个真相 所见的是妄想 妄想 它的存在呢 存在叫相许相 金刚经上讲 如露一如电 露是露水 露水存在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相许相 而电呢 而电呢 电是闪电 是比喻它实际上存在的现象 实际存在的现象 那是太短太短了 我们没有办法觉察 我们能够觉察是相许相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四项里面的讲解 就是现在所讲的物理学 特别是现在讲的量子科学 与这个众生相 受这相许非常接近 这是高等的科学 因此了解四项真相之后 你对于这些现象 当然就不执着 最佛在是不应执着 不见有我 不着想 那只见着 这个见着的金刚经后面 后半部 后半部比前半部讲的深 前半部可浅可深 后半部是为深无浅 意思是 后半部这个四项就不叫相 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你看在这里两句 不见有我 乃至见着 这个见着就是这四见 这个理由讲的是更透彻了 更入微了 不但是 这个这个 我更见着 也不见有一切发心 这个话才真的到究竟圆满了 诸位如果学一点发相 我用发相的名词来说 大家就很好懂 这个第一句 有我 我是相分 第二句是讲见着 见着是见分 如果用现代的话来说 相分就是物质这一部分 见分就是精神这一部分 或者我们说相分是色法的一部分 这个见分是心法的一部分 色心同源都是从真如本性里面变现出来的 真如本性那就是底下讲的一切发心 一切发心有没有呢 当然有 没有这些发从哪里变现出来的 所以有不可得 那我们这个六根能力决定接触不到 那你眼看不见 耳也听不见 不但耳耳鼻舌身 你没有办法接触得到啊 你想也想不到 那你思维想象也达不到 它确实存在 这个东西叫发心 所以也不见有一切发心啊 这是真正的明心结性 说到这个地方 我们把底下经文念一念 主要记住 相有 见也有 信也有 但是 都不可得 这个有是换有 不是真有 就是讲刹那生灭之有 不使常住 不灭之有 这一点要搞清楚 这一点要搞清楚 凡是顺于生灭法 因缘所称法 都不应该置住 都不应该放在心上 你要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四世真相 能如是去修学 那你就是真正的菩萨了 你不是假菩萨了 你不是假菩萨了 给各位同学说 这个事情我们做得到啊 不是做不到啊 问题你肯不肯做啊 当然 你很想做 但是你做不来 这个里头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是教育没搞清楚 所以这个修行 行就是生活 修行在整个教学过程当中 是在第三个阶段了 第一个阶段 你要想信 这个太重要了 你对老师没有信心 你对这个教学没有信心 那老师再高明 对你没办法帮助 所以第一个 我们对老师要建立信心 第二个 对老师教学的方法不怀疑 我认真地去修学 你才能有成就 信了以后啊 要求解 解是智慧 解那么重要 你看看老师教你的时候 他又不跟你讲 天天教你念 他哪里晓得 那个念里头就是帮助你解 解还得用得着老师说的 到你心清静了 你心得定了 自然智慧开了 你恍然大悟了 那就解了 高明的教学法有它特别的一套啊 跟现在西洋这个科学教学法不一样 那个科学教学法呢 把人教得越教越迷惑 越教越颠倒 这我几十年到处所看到的 我们中国古老这个教学法了 是教人越教智慧越增长 他真有道理 可惜现在没人提倡啊 我这个是这一生当中非常幸运呢 接触到四成的边缘 还学了这么一套 虽然学得不够彻底 可是我感觉到我很有受用 所以他就解 解一定是从定中开悟 这才能解 烦恼没有断 决定不能理解 诸位要晓得 烦恼没有断 你就是学经教 你也没有得到真正的理解 你看开经济讲 愿解如来真是意 那谈话容易啊 福的真是意 你怎么会晓得 说出来了 你还是不晓得 这个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你为什么不晓得 因为你本身有障碍 你这个障碍就是烦恼障所知障 所知障就是沉浸 先入为主的沉浸在 这是所知障 烦恼障就是是非人物 贪嗔痴慢 这些东西障碍你 首先要把这个东西淘汰干净 用什么方法呢 直接修定 直接是手段 修定是树纽 开智会是目的 所以教你夜门深入 如果老师见效就很快 就真老实 真听话 真依照这个方法去做 大概能一般见到效果呢 应该是在六个月 六个月 你会感觉到你的妄念少了 烦恼少了 会感觉到自己这个身体很轻松 不像从前那么沉重 这就是我们讲的清安 六根丛利 从前看事情看不清楚 现在看得比较清楚 比较深入 从前听话听不明白 现在听话 懂得人家话什么意思 心清静了 大概六个月就有这个真照 以后你的时间越久 你的功力越深 所以你展开经典的时候 自自居居 你能够看出无量意 你能得受用 都把它应用在生活上 生活是学佛 离开生活 那个哪里叫学佛呢 学佛就是学智慧的生活 自在的生活 美满的生活 这个叫学佛 当中这一段呢 我们就把它闪掉了 重要的意思提出来 注意再翻开 62面 我们把幕后这段念念 菩萨 到处第三行 菩萨施主有情 无量无数无边善法 为大施主 不许报复 助施主恩 我们看这一段 这一段是我们生活当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 菩萨 菩萨是一个觉悟的人 这个名词是印度凡语英语 他的意思是 具有情 觉悟的有情 那么换一句话说 我们是迷惑颠倒的有情主持 能够觉悟就叫菩萨 不管你觉悟不觉悟 总而言之一句话 你每天在生活当中 你都干这些事情 但是你不晓得你在干什么 这个很可惜啊 菩萨在日常生活当中 从早到晚修圆满波罗蜜 他怎么个修法呢 他跟我们没两样 早晨起来也洗脸 也穿衣 也吃饭 我们不都干这些事情吗 人家在这个里头修圆满波罗蜜 我们在这个地方 天天为这些事情烦恼 同样的工作 关键呢 就在念头上 我去年 在美国德州休斯顿 讲演的时候 讲演完了以后 有一个同修起来 提出个问题 他说我们 天天这个家庭主妇 每一天做家事 做了几十年 天天做一样的 做得都不耐烦了 问我怎么学佛法 我答复他的时候 您那些工作就是菩萨六波罗蜜 可惜你不知道 我那个讲演 我那个讲演好像他们印成一个单章 不晓得你们同学看过没有 菩萨行呢 没有离开我们现实生活 就在我们现实生活上 就在现实生活上 就在你眼前事业的推展上 也就在日常生活应酬当中 修圆满六波罗蜜 你会很开心啊 人家那个家事天天做 做得很厌烦 你做得天天做得都快快乐乐 欢欢喜喜 为什么呢 你在行菩萨道 你在那里自度度他 你在那个地方做菩萨做佛 他怎么不快乐呢 你不懂这一套 你就不要佛变成凡夫 苦死了 天天怨天诱人啊 生烦恼造业障 所以佛法了 妙就妙在 他把那个念头转过来 转烦恼为菩提 不识哪一个不做呢 凡是我们帮助任何一个人 点点滴滴都叫做不识 注意今天也得看到 不识两个字 一定到寺庙道场去捐钱 就得不识 错了 不识这个意思 比如说你是个家庭主妇 你早晨起来 你要把你家整理得干干净净 为你家人准备早晨的差点 你在修不识 你不识你这一家人 你是用体力不识 体力是内采 我们的身体力不识 我们身外之物叫外采 华严经上讲的好像是第六回向章里面跟我们讲了一百多种不识 我们用我们用我们的体力 用我们的智慧 天天想明天要吃些什么 要做些什么 你都为家里人想 你想是用智慧不识 你去做是体力不识 这是内采不识 你在修不识波罗密 你家里面这一家人都是你 你接受你不识的这些众生 那么你在行菩萨道 不要以为 我这个不识这一家人 你要晓得 你这一家的人手修好了 一家人都很快乐 一家人都很幸福 你的邻居看到了 对你就羡慕 为什么他家过得那么辛苦 你家过得这么快乐 邻居在传邻居 你这个一展开 就是近虚空变伐界 你在那里普度伐界众生 你这个家庭是近虚空变伐界 家庭的一个好榜样 菩萨家庭 如来家庭 你就在这个工作里头 你就圆满菩萨道 你就在这个工作里面成佛了 你怎么不快乐呢 然后你才晓得 我扮演这个教师 做这些 菩萨实现的 所以祝福菩萨 各行各业 男女老少 各种不同身份 他都给世人做最佳的榜样 这是讲的 施主有情 无量无数无边善法 那是真的一点没错 你从早到晚 从年初一到那月三十 齐心动念 都是为别人 没有为自己 这里的很重要点 不为自己 看到别人幸福 我就很快乐 就很幸福 念念 为众生 四思为众生 自他不二 为众生才是真正为自己 为自己就糟了 那就大错大错了 为自己 诸位要晓得 自己的福报很有限 福报享尽了 苦就来了 谁照顾你 你能照顾一切人 一切人都会照顾你 这因果报应 丝毫不爽 那么由此可知 我们这个念头稍微一转了 原来从早到晚 所作所为 全是菩萨道 与大般若完全相应 可惜 众生迷惑颠倒 他这个念头转不过来 不能把自力 转变成利他 那个关键就在此地 所以转过来之后 那就是无量无边的善发了 你就是大施主啊 你别家庭嘱咐 你别以为说 我这个不是一家人 不是如此 你不是这个社会 你这个家庭 是个社会的榜样 是社会的模范 而这个社会又是 所有一切社会的榜样 这不叫大施主吗 你先虽然天天做 心里头干干干净净 若无其事 一尘都不然 知道一切法 无所有不可得 与自性相应 与大般若相应 你看你多自在啊 如果你有求 我做这么多了 你们拿什么来报仇我 那就麻烦你苦劳就来了 只有不受不失 不求这个报偿 你的心多自在啊 多圆满啊 你所得的果报不可思议 得什么果报呢 我举这个实际的例子跟你说 我们照顾老人 将来我们自己老了 就有人照顾啊 我们照顾病人 将来我们自己病了 也有人照顾啊 这是什么呢 有失有报 你没有忘记 你要是只是不失 我照顾老人 我不求将来年轻人照顾我 我照顾病人 我也不希望将来我身边 有人照顾我 结果你得什么果报呢 你得的果报是不老 永远不老 永远不生病 你活必要是整 所以你要干这个事情 还要有个需求 你将来会老 老的时候很多人照顾 你将来会生病 病了也有很多人照顾 你有一个失报念头在吗 万发为心 我只是不求回报 那你将来你就不老 也不病 甚至于你也不会死 这真的 这一点都不加了 将来你往生的时候 不要人注念 你看到有人往生的时候 你都给他们注念 将来你往生的时候 也有人给你注念 那你就换句换句说 你就有失有报 我只给别人注念 我绝不求有回报 将来说将来你自己站着往生 坐着往生 自在往生 不需要一个人注念 你得大自在啊 所以你才晓得 这个心里头啊 做这个功德福德的事情 若无其事 果报不可思议 这大臣经上常讲的 怎么不可思议 你不懂啊 这个东西啊 要有人跟你讲清楚 讲明白 所谓是佛法无人术 虽知莫能解 那么说到这个地方 我要请你们做大施主 大施主呢 培养洪法人才 洪法人才 纵然他有天赋 他有这个禀赋 有这个能力 如果没有人培养 没有这个云 他也不能成就 什么云呢 他要上台学讲啊 底下要有人听啊 这个法师出来学讲经 下头没有人听经就完了 他想什么 他能有什么成就啊 我们图书馆现在韩馆长生病 住在医院 我就告诉他了 我说你的功德很大 你自己要想得 我说你是唯魔居士 在世级 你是在视线的 你不是真的生病 你是在装样子 视线的 但是装得很像 让我们大家看到都开悟了 都觉悟了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那都菩萨实现 我们今天的成就 这许多人都不晓得 你们应当要懂的 我像一棵树一样 早年是个树苗啊 谁来灌开 谁来培养呢 他们家一家人 怎么灌开 怎么个培养法呢 就是一定是 常常想着 找机会给我去讲经 诸位要晓得 一般寺庙的 我们进不去 不会让我们讲经 什么原因呢 这一讲经啊 怕的是信徒 对我们产生恭敬心 供养的红包往我口袋去了 那些人看到就很难过了 所以他不欢迎奖金 如果你要去赶金灿去去呢 他欢迎 你一到寺庙奖金不受欢迎 每一地方奖金嘛 那个时候 韩居是租地方 借地方 有朋友开公司的 晚上不上班的 借公司 办公室讲解 有些常常租地方 这个地方租几个月满了 另外再找个地方去租地方 我们今天还有几位 最早的这几个月护法 那个时候有五十几个人他找来的 找来这些什么 听经啊 这有听众了 他替我找地方奖金 替我拉一些听众来听我讲经 所以我这个奖金 今天还讲得不错 怎么不错呢 四十年没有终端 一个星期应该是至少要讲三次 多的时候 曾经有个两三年 一个一个星期讲三十多个小时 我有上午下午晚上 将近四十年没有终端 这样训练出来的 所以他的功德很大了 今天这个树好像开花戒指了 他看得很欢喜啊 我们今天的落营带 落营带流遍全世界 这就好比开花了 我们在台湾 在这个新加坡 培养一些奖金的年轻法师 这戒指了 我们反本追究这个人的根源 是得利于他的后持 他当年要不这样热心的帮助我 我大概去还俗去了 什么原因呢 我出家的目的是红发立生 我不会去赶金灿 说是逼着我去走金灿的路 我不可能走的 我宁愿还俗 我也不会去赶金灿去 所以这个成就是他一个人的 这个影响力越大 他的功德越大 是道理在此地 那么我们这个讲堂 星期二 每一个星期二 我们图书馆的这些年轻法师 在这里学习奖金 最近讲的是无量寿金 是物有私 他在这边来练习奖 你们来奖金 不但是要听奖 来凑人数 那个没有意思 要认真地听 听了之后要批评他 他哪个地方讲得不对 哪个地方没讲清楚 哪个地方讲得像我们有怀疑 我们要把它找出来 要叫他改进 帮助他进步 那么这样这个人 经过三年五年的训练的时候 他就真正能成为一个奖金的法师 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 所以希望你们星期二 要来培养法师 要来栽培 要来灌开这个树庙 那复法才有前途啊 你一听